武藏元究竟在何处?诸葛亮为何把大军驻扎到此处? 本期视频详解诸葛亮第五次北伐 公元234年春天,距离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已经有了三年 这三年里,诸葛亮劝农蒋武,积蓄了许多粮草和兵马 又命人把包邪道的战道修整一番 还在包邪道的南端修建了底阁,用以储存粮食 又派遣一支蜀军在隆右兰坑屯田,择机进攻隆右 还派遣使者初使东吴,与孙权商定同时出兵乏位 诸葛亮生性谨慎,蜀汉的几次北伐都是以夺取隆右为目标 而拿下隆右的关键点在于切断隆右和关中之间的道路 使曹魏无法支援隆右,到那时蜀汉就可逐步蚕食隆右梁州 2月,诸葛亮率领十万大军从汉中出发,开始了蜀汉的第五次北伐 这次北伐蜀军走包邪道进攻梅城 拿下梅城蜀军在关中就有了立足之地 向东可攻取长安,甚至一举拿下关中 向西可攻取雍城和陈仓,彻底切断关中通往隆右的道路 届时隆右就是曹魏的一块飞地 在蓝坑屯田的蜀军就可以逐步蚕食隆右 面对诸葛亮的第五次北伐,魏军主帅司马懿毫不慌张 因为他在前一年的冬天就撂到蜀军的进攻路线 因此有条不稳的调兵潜将,把关拢的魏军大部分都集结在渭水北岸 由于需要分兵把守长安、陈仓、雍城等要害之地 所以此时司马懿手中兵力大约有七万左右 这三年里,司马懿就已经彻底把雍梁地区的魏军掌控在手中 手下将领也都如必食指 4月,蜀军走出斜谷进入关中 沿武宫河北上,在渭水南岸五丈园扎营 五丈园北林渭水,南靠秦岭 是一个两面环水的天然高地,顶部平坦,高约130米 地势险要,是蜀军扎营的绝佳之地 五丈园西距陈仓和雍城四五十公里 东距长安约130公里,占据此地诸葛亮,进退自如 当蜀军走出斜谷在五丈园安营扎战时 魏军已经在梅城集合完毕 司马懿召集众将商议该如何用兵 众将认为应该依托梅城抵御蜀军的进攻 但是,司马懿担心蜀军会留下一支偏军在渭水南设防 主力向东进攻长安 这样司马懿就必须回援长安 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很是被动 于是司马懿带领主力渡过魏河 在渭水南岸扎营 司马懿再次召集众将商议 魏将郭怀认为,诸葛亮下一步必定会占据基石园 拿下基石园就可以切断关中道隆右的道路 魏国隆右地区就会人心动荡 司马懿认同郭怀的推测 变派郭怀,胡尊前往杨岁防备蜀军 刚到杨岁的魏军还没建好营地 大量的蜀军就渡过魏水向魏军发起进攻 魏军依靠地形击退蜀军 之后不甘心的诸葛亮又采取声东击西之策 大军白天向西行军晚上迅速返回袭击杨岁 结果此季被郭怀识破 魏军早有防备,蜀军无功而返 诸葛亮的断拢计划就此失败 蓝坑的屯田大军只能继续等待时机 上次主动出击导致鲁城之败 这次司马懿稳住防线后 谨守迎债不与蜀军决战 两军再次进入对峙阶段 诸葛亮考虑到前几次北伐 都因为粮草不足导致功亏一篑 所以开始在卫兵的居民之间屯田 生产粮食 蜀军一边屯田 一边寻找时机进攻司马懿 在这期间 魏蜀两军打了几次小规模战役 以此诸葛亮派虎步兼孟眼进驻武宫水东 恰好武宫河水涨了起来 隔断了诸葛亮和孟眼的联络 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孟眼 结果诸葛亮一边派弓兵驾桥 一边派弓弩手向魏军射箭 司马懿看到桥快架好了 只好撤退 司马懿曾派魏军偷袭蜀军后方的粮道 斩获五百多 投降的蜀军也有六百多 但之后蜀军严防死守 魏军很难取得更大的战果 诸葛亮数次派人向魏军挑战 但司马懿军始终拒不出战 诸葛亮又命人带一套女装送给司马懿 想激怒司马懿出兵来进攻自己摆好的阵势 司马懿还是稳如老狗拒不出战 魏军将领纷纷请求出战 为了应付将领们的请求 司马懿假意给魏明帝上输警战 曹瑞便派新疲为军师 到军中截至司马懿 新疲刚到 司马懿就心急火燎的要去找诸葛亮决战 司马懿数次请求出战 都被新疲坚决拒绝 司马懿又从诸葛亮的使者那里得知 诸葛亮势必公亲 吃得少 工作有繁重 便对手下人说诸葛亮活不长了 从四月到七月 两军队至近百日 司马懿和诸葛亮或许都在等 曹魏和东吴大战的消息 以此决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请点赞支持一下